中程信集团创办人 同时也是黑龙江亚布丽 阳光度假村董事长毛振华 他站在雪地里 一口气也不患地臭骂了三分多钟 这段影片上网之后 被网友们疯狂流传 毛振华口中的败类说的就是 东北处度假区管委会 他指控管委会来了之后 侵占了原属于企业的 23万平方公尺土地 打着政府的幌子天天找麻烦 影片上网后 毛振华也证实了影片的真实性 他感慨自己一个堂堂正正的企业家 却搞得像个上访户一样 他也表示这是他人生当中的一个低点 随着影片在网路上疯传 包括潘石屹以及许多中国名人 都在微博转发 并表示支持毛振华 对此黑龙江官方昨天也回应 对毛振华反应的问题高度重视 也已派出调查组撤查 亚布丽华水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 于2014年成立 主任是由黑龙江省森林工业总局局长 王敬先兼任 以上是新闻时时报的整理报道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